歡迎蔡市長 還有陳夫人 還有陳市府團隊的夥伴 今天來到我們台北市新下午花燈 到臺灣燈會賞燈 前臺北市長柯文哲 帶著妻子陳佩琪 這次被安排在C位 蔣萬安領述有到位 但活動一結束卻鬧了大烏龍 蔣萬安領述發文寫下 非常歡迎柯文哲市長 和陳佩琪醫師 帶著市府團隊 一起來賞臺北燈會 但沒注意看 不會發現其實蔣萬安 先貼文的這個hashtag卻錯標成他 男朋友你的催眠不好呢 堅持精神之後 或是會記憶就是高志龍 你是不要做 顏喜氣來 眼神超殺 她是八年黨女神陳佩琪 沒出席燈會卻被感謝 外界笑稱蔣萬安 這是默默幫柯文哲換妻嗎 而貼文發出後沒多久 雖然緊急修正為陳佩琪 卻還是打錯字 十多分鐘後 被發現緊急刪文 重發財政卻 藝人陳佩琪 其實名字早不是第一次被搞混 先前就曾發文 幽默說自己離婚很多年 還說柯夫人比他還優秀 他也沒介入市長婚姻 希望大家別再搞錯 第一時間小編已經做了修正 未來也會提醒內部在發文時 務必謹慎 私下瞭解蔣萬安臉書都是由市長市人員負責 這回標錯人幫換妻 尷尬程度可想而知 三天新聞中志偉 蔡君祺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志偉 蔡君祺 中文字幕志偉 蔡君祺